今天过来换雪地胎啦 经期早前老板 我的六条龙胎已经到了 这六条就是我的 雪地胎 你看雪地胎的纹龙就非常的细 而且摸上去很晚 这车这么沉的 4.5吨 3.2吨 中了 4.5吨 5吨 四 BAR 5吨 5吨 4吨 5吨 6吨 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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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车的轮胎还是第一次卸下来呢 我这个车买了4万多公里 轮胎一次问题都没有出国 这车原厂的这个轮胎我还是挺满意的 4万多功能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我第三辆车嘛 我前面两辆一辆轿车一辆sv 基本上每个一两万公里都要去补一下轮胎 这个都4万多公里啥问题都没有 这个轮胎 而且后轮很新 两个后轮还是很非常非常新的 这期客户里有温暖 但我们南方人到了屋里啊 到北方屋里就觉得干燥 特别热干燥 有时候到宾馆里面那个暖气一开 我忍羞真瘦真瘦睡不着 屋里放一盆水 放一盆水 这么大的水也是难得进的 那今年抽一场雪是不是 我看新闻是说几十年 几十年一遇的大学 你们这冬天最冷到多少度 最冷零下42度 零下42度 就这个地方 对 能到零下42度 几点 那也挺冷的 剩下零下30来度的年代有一个空气左右 我以为到黑龙山那边才会到零下40多度 零下42度那是长跑的 他们那边是经常出现任务 通过当前路口后 150米右转 这个加载证 我看一下好像没有柴油 靠右 进入右转专用道 右转始入五公街 这咋了 现在我这边在路旁边挡着点 不然就直接就压过去了 这可能 因为他穿的黑衣服其实不是很明显 在路上可能压过去 我把车先停到驾驭站了 我把车先停下来 我回来了 怎么看 愤痴的 愤痴的 我们到那儿看不出了 我去看看吃饭 出来了 走不出来了 有点有点抱抱 出来了 啊 真的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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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大了 我给他家的 我送他家了 去吧 不要 咋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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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压倒了 没看到 我没有人 不出演了 好了 现在警察已经都到了 所以我也可以走了 这个真的蛮危险的 因为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然后他又在路中间 而且现在地 因为刚下过雪地又是湿的 其实很不明显 我刚才在前面给他挡了一下 因为万一你说哪个 倒霉的司机 你说挂到他了 你说这司机多倒霉 相信明信我们自己也是司机嘛 常年在外自驾游 那么多地方都去了 你说万一在外地 你说碰到这种事情 其实对司机来说真的是挺倒霉的 因为不是说真的撞到 他就是碰瓷嘛 你看警察来来直接就叫他回家 就认识的嘛 就已经是惯犯了 这个都已经是 刚刚警察就是我一开始 我不是在那边给他拦车嘛 让司机就是浪道 不要去碰到他 然后我警察来了 我就没有去那个指挥那些车了 然后警察还在旁边呢 一下子就有一辆车 就是插着他的身子过去的 这很惊险 好了 现在我已经回到车里面了 就是今天把那个雪地带给换好了嘛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继续我们的 欢迎东北计划 可能很多网友会有疑问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冬天来东北呢 别人家可能都是夏天来北方 然后冬天的时候往南方走嘛 都是跟着季节走 但是我想说就是每个人毕竟有每个人不同的活法嘛 就像我们之前为什么冬天的时候去那个西伯利亚 为什么冬天去北极圈 为什么冬天去贝加尔湖 就是每个人其实对旅行的要求也不一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夏天的时候去嘛 夏天有夏天的特色 冬天有冬天的特色 就是没必要你非得去理解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你们是一直看我们视频的话 也知道其实我们并不是那种属于随大流的人 就是我们本身你看我们出来自驾有五六年了 都从来没有跟人家组队去玩过啊什么的 视频里面也没有出现其他的人 包括到了比如说到了露营地啊什么的 我们也很少会跟其他人去那个交流 就是我们就玩自己的 我们两个人反正很怕都比如说到了一个停车场 挖矿一大堆的防守 然后我们都会立马就走 就是尽量不要停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找一个偏僻一点地方 好了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碰瓷这个时间 我当时是刚刚换完那个雪地胎六条 然后2400块钱 其实价格还是蛮实惠的 它已经包含那个安装费了嘛 关键我这个尺寸的雪地胎其实很难找 其实很多店里都没有那个备货的 就是我这种属于那种那种卡车的那个轮胎嘛 还要从沈阳去掉 然后他们也是问了好几家才才掉到的 我之前也在福顺已经问了好几家的那个轮胎店 都没有这个这个的备货 然后我之前原厂的这四条轮胎也已经有4万多公里了 其实现在把它换掉其实也没那么心疼 包括我接下来玩那个东三省 或者要去内文或者去新疆 其实都是有那个冰雪路段的 就是换了雪地胎之后整个人都能放心不少 然后雪地胎呢也是4G都可以用的 我之前那辆欧兰德 其实夏天的时候也开的是那个雪地胎 雪地胎就是无非就是胎罩会大一点 然后它没那么耐磨 油耗其实也差不多 反正我之前那个欧兰德的话 雪地胎和4G它的油耗是差不多的 这个这个车我不知道还没试过 好了有点说远了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看到这个喷磁现场这个事情 我在国内其实开车开了这么久 这个真的是算第一次就现场能看到的 就是以往好像也就在新闻里面有见到过 我当时是换完轮胎 然后我去找附近的商场去那个吃饭嘛 但是我导航跟导航走我跟错了 然后我绕了一圈又一圈 我第一圈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那个 那里有一个老太太 当时那个老太太就一直在往那个马路那边张望 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可能正常的一个行动 我还以为他要过马路 然后我还停了一下想让他过 然后他没过嘛 然后我就车开走了 但是我离他还隔了有两个车道 一个还是两个车道我忘记了 所以就是他可能没有冲我来 然后然后我又绕了一圈 然后第二圈路过他的时候 就他已经躺在那个路上面了 然后别的车已经那个就是也就绕到开走了嘛 也没有去搭理他 然后我当时是把车停在了附近 然后我人走过来 然后看到已经有一些比较热心的人 就是在他在他周围 但是他们那个当地人就跟那个老太太说 他们说你自己起来吧 我们也不敢不敢扶你是吧 这个这个情况确实你这谁敢扶啊 这个新闻看了这么多次了是吧 那几个站在他旁边的人呢 就是让他自己起来吧 那个老太太说不起来 然后叫就是叫你们走吧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后来就有人报警了嘛 等报警了之后呢 就是一直在等那个警察过来 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开车的也是司机嘛 就是我知道其实这种路面其实很危险 因为首先是晚上光线本来就不好 第二个就是是地面 因为刚下过雪嘛还在溶雪 其实地面第一很滑 第二的话就是有反光 因为地面是湿的嘛有反光 其实你地面没有那么容易看清楚 再者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对面有 只要有一辆车它是开着远光的 或者是开着比较亮的那种大灯 改过的那种大灯的话 我们这一面几乎就看不到地面上是什么东西 很容易就把它给压倒 毕竟司机是无辜的吧 所以也不想说哎好好的出来开车 然后碰到这么一个人 然后万一就探杀这种事情 所以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他的离他 可能有个二三十米的地方 然后我就是站一下 然后就让车就是落到走 这样对司机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等警察到了之后呢 我们也就就走了 然后警察我听他们两个几个警察 跟他的对话应该是经常打交道的 就是也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惯犯嘛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新车记录与关键时候 真的是一定要装 关键时候真的能给你还你一个公道 不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就很难很难解释清楚 因为当时警察已经到了之后 我就没有在那里指挥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骑警车已经停在旁边了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司机 就是差点就是插着他的那个背过去的 可能就就差几公分的距离了 就插着那个背 我们旁边的人都已经在敲打那个车了 就是因为真的他在地上的话是根本就看不清的 好了就这样吧 就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满城了 然后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应该就去接前辈了 拜拜